嗨大家我是乔玉 这部影片是网友敲碗想知道的肌腱头发保养 我会分享自己头发保养的三个原则 还有平时到底是怎么样做清洁跟保养的 我自己呢是属于粗硬 发量多又有自然卷的发质 过去我曾经剪过短发 蓝发也有烫发过 那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长头发 只有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发劲有关系 所以剪过短头发 但我非常不适合剪短头发 不适合到过去曾经看我短发跟长发的朋友 在毕业前戏特地写卡片叮咛我说 千万不要剪短头发 蓝头发基本上就是一条不归路 只要一蓝下去就需要经常的补蓝 烫头发不论是烫直或是烫卷 其实都非常的伤发直 我每次只要烫发完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头发变得非常的干燥 如果是又蓝又烫 基本上头发就会变成像稻草一样干燥了 在我了解自己的发质以及适合的发型之后呢 我就为自己的头发定下了三个原则 那就是不染不烫定期修剪 以前我也有试过很多头发的保养跟清洁用品 像是针对头皮的清洁 对于一些受损发质的修复 还有柔顺和平常的一些润发跟护发 不论是开架还是专柜的产品 我都试用过了 自从我定下三个原则 少了蓝发跟烫发 剩下呢就是把比较毛躁的发尾定期做修剪 那我自己的保养方式呢 就是每天洗头跟每周护发 在我试过那么多产品以后呢 我自己最喜欢最适合我的呢 就是这一款 欧苏丹的草本修复西发乳 它除了味道非常非常的香之外 就是跟我的发质非常的适合 就是我只要洗过以后 我的头发不再毛躁 然后自然卷的状况也变得比较好做处理 在上一部极简包养的影片呢 我有提过说我每一周都会泡澡 在泡澡的同时呢 我会另外使用这一款 潘婷的三分钟护发精华素 这款护发素呢 修复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香 虽然我的头发又长又多 但因为我对于味道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每天洗头 那洗完头后呢 我的造型瓶呢 就只有这台Dyson的吹风机 那我平常会使用这个 转接头 把这个出风口的风量集中 在你吹头发的时候 比较不会让头发 有毛躁的情况产生 如果是有特殊场合 需要做不同的造型呢 我会自己使用电棒卷 做一些卷发的造型 那我自己呢是选择比较宽的 这种32迷你的电棒卷 来做造型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呢 那就是时尚教母 Anna Venture 她从14岁开始就留着豹脖头 一直到现在她71岁了 除了每一年因为时尚流行的元素不一样 她会做一些修剪跟小小的改变 基本上呢 她维持豹脖头这个发型已经57年了 也鼓励大家多多了解自己的发质 去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造型 定下一些原则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如果你还有其他想知道的主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欸不好看不好看